Hello 大家好 路藏又来咯 今天给大家来个不一样的 聊一聊丹红小花 赵露丝 咱们也来蹭一蹭热度 不担心会被贴标签 我觉得没有标签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就包括我觉得我现在身上有的标签 其实我自己都很接受 我其实觉得是一种认可 我觉得某一种角色 它不会突然的消失 它只会一直有 如果我能一直演这个角色被认可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赵露丝是一个神奇的人 具备有一炮而红的神仙体制 从它刚刚设作娱乐圈不过六年 而进入演艺圈不过刚刚五年 以后来者剧场的势头力压众多女星 从美女网红变成网剧一介 从甜剧天花板转型称为全能小花 赵露丝的村生堪称传奇 今天借着且是天下的东风 跟大家好好剖析赵露丝的成名是 1998年赵露丝出生在四川 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大老板 这里是标记重点哦 妈妈是全职太太 一时无论生活 让赵露丝的童年生活极为幸福 容貌也出落得越来越好看 彼时互联网和移动手机 开始步入青少年的世界 上传头像 成为当时很多非洲流年纪的 90后的第一爱好 赵露丝无意在网上 晒出了自己的自拍照 长相青春可爱 成为不少同龄人心目中的初恋女神 更是成为社交平台上很多人的头像 当然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当时没有当今如此发达 但找到一个人还是很简单的 QA号被盗用 早期网络喷子的加入 让当时天真的赵露丝 首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网络保利 不看征服之下 父母把他送到台湾明道大学 在包裹台湾求学的他 依然很出名 这次并不是美貌 而是令人头疼的数学成绩 出生富贵人家 补习班自然少不了 但能交出16份的数学成绩 让家里人实在无法接受 赵露丝一想 反正自己已经在互联网上出名了 那为什么不借势进入娱乐圈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 他开始拍视频 成为初代的青春网红 改善命运的是2016年 赵露丝参加了超级女生的寒暄 但是因为自身没有专业音乐工地 很快就被淘汰了 然而实业命也福货相依 他遇到人生第一个贵人 汪涵 当然也有说法是 赵露丝父亲跟汪涵是朋友 愿意花重金捧自己的女儿 而汪涵也任赵露丝做干女儿 就这样 16年11月 赵露丝出现在了火星情报局 第二季的节目组里 虽然坐在嘉宾席外 但汪涵总是会给他机会 让他多露脸 当然在节目里最轰弄的事情 就是被小男生所表白 无论是炒作还是真情流露 赵露丝确实被关注到了 之后他参演过 西游之静态使者和缝纳级乐队 但面没有什么水花 汪涵带他入娱乐圈 于正则带他进演艺圈 第二位贵人出现 于正看到赵露丝 还是很有潜力的 发觉他参与自己的新剧凤秋皇 非科巴出身的赵露丝 表现极为强眼 从单纯痴情 转变为心机狠毒 拿捏的也极为到位得体 第一次搭档咖位 既有如此的张力 可见其速度角色的能力 还是可圈可点的 此剧之后 赵露丝仿佛开挂一般 女一的戏接到手软 很少再次出现在二番梯队里面了 2018年 赵露丝主演的网剧 哦我的皇帝陛下 此剧一经播出就大火 尤其是赵露丝的角色人设 一会儿都没口音 一会儿台湾枪 赢得了大批路人份 成功解锁赵露丝的习剧人形象 本来此剧是捧男主角的 没想到意外的把赵露丝带火了 此剧也正式奠定了赵露丝 在网剧里的地位 19年节期到手软 一年中有三部剧热播 一部电影热映 可见其市场价值 当然 这一年最为关键的是 参加了余政演技类综艺节目 演技派 此时的他 已经金飞锡笔 演技已经突飞猛进 他在节目中 饰演了一个残疾少女 仅仅用三分钟 赵露丝就完成 从假装坚强 到爆发痛哭的转变 余政当场落泪 且一顿猛夸 自己的人 当着布林斯夸奖 此节目最好的效果 就是给赵露丝拓宽了戏路 让很多的投资人发现 他不仅仅能演喜剧和甜剧 而且为了走向全能型的方向 参加了爱奇艺的粉丝加年华运动会 赵露丝的圈子 一次一次的扩大 这个节目让很多面积都解锁了 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技能 赵露丝也是同样 时间滑入2020年 这一年对于赵露丝极为重要 是正式打开国民度的一年 与前一年同样 三部剧和一部电影的参与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20年的三部剧步步爆款 年初的三千压杀表演极为出色 但此剧因为AI换脸 成为了重视之地 影响了此剧的口碑和播出效果 正式奠定赵露丝网剧异解的是 传闻中的陈建金 此剧被称为甜宠剧天花板 一身红衣 惊艳世人 不苏不昧 甜宠十足 这个角色让他获得了第七届文绒奖 最佳女主角奖 和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突破电子剧演员奖 属于赵露丝在表演上 获得肯定的第一个 有分量的奖项 18年 一部《喜欢你》 让金城武放弃了林志玲 选择了周冬雨 两年后 同题材《我喜欢你》 赵露丝接棒周冬雨 与林宇深吵起了CP 与周冬雨相比 演技可能差一些 但铺展开来的电视剧 却给角色本身更多的可塑性 赵露丝稳稳地演好了 顾胜男这一角色 俗话说 人红是非多 赵露丝红了起来 很多人开始与前辈相对比 网传赵露丝的团队 要将其打造成赵丽颖的接班人 赵露丝回应 不要捧杀 他很敬佩赵丽颖 可惜 纷争并没有停滞 两个人都是余政捧出来的 自然不会缺少他的镜头 下场夸赵露丝演技好等等 结果却被删了好友 换了嘴脸 在微博上开骂忘恩负义 过了两天又夸了一遍 几天之间的两集反转 真正见识到了娱乐圈的反复无常 2021年 赵露丝又拿起了女二的范围 在缠个行李 给迪丽莎巴做了配角 迪丽莎巴也是从女二上位的 两个人还真是相似 因为迪丽莎巴与吴磊的CP感并不好磕 倒是让赵露丝和刘雨宁的CP感提了上来 如今演艺全车电视剧 更多都是女二比女一更有看点 比如伪装者 克拉恋人 之后赵露丝演这田剧不断 势头不解 每年都以三部剧起底的跟进 众多年轻演员里 这样拼命敬业的 属实不多见 今年且是天下的势头也不错 搭档杨阳再次印证资深的万能CP模式 不违和不尴尬 可人的感觉就很舒适 谁说圆脸不能火爆娱乐圈的 他们都在一一印证 从出道至今 不过刚刚六年 赵露丝人气已经大涨 成为甜种剧首选 四年时间拿下进十多部剧的女主 虽然演技上还略显单薄 多大的情绪拿捏还不是很熟练 但因为角色的适配性 很多人都忽略其中 但赵露丝的努力和改变 还是有目共睹的 他也担心观众会有审美疲劳 所以在自身角色中 开始挖掘不一样的东西 给自己压力的同时 也给观众惊喜 发展到如今的赵露丝 还是很渴望一个 能给自己演技 迎来蜕变的重量级作品的出现 无论他们团队是否对标赵丽颖 但能给自己更上一层楼 选顶目标也是未尝不可的挑战 这里是陆藏 喜欢视频记得转评赞哦 下期视频 你还想听谁的故事呢